大家好,我是西安钱,居有钱,还要装钱,该给你们撒钱的金融圈,耿直,安扣,喊书 最近偶然看到一个数据,我觉得很有价值 赶紧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31省30岁人群平均存款数据 废话不说,咱们先来看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完了吗?你什么感受?感觉被平均了?还是觉得小意思?公平上给我留言吧 你要知道直观的数字可不会说话 数字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才值得被看见、被关注 关于这组数据,我还有几点得和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这组数据来自挖财发布的2020年度账单 展示的是全国各省30岁人群人均年结余 什么是年结余?这个概念有点尖色 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平均存款 也就是你的年收入减去年支出后剩下的钱 不过,这个年结余金额是否包含负债? 数据发布方没说,我这里只能打个问号的 第二,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不同地区30岁人群的财务状况差别极大 平均存款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接近10万元 第三名,广东也到了65,726元 可再来看倒数几位 东三省,湖南,贵州,广西,江西,青海,西藏 这些地方的30岁人群年存款就没有超过3万的 充分印证了那句话 想挣钱来一线,虽然我们过得累 但我们存的多呀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平均,什么是平均? 类似于我和姚明平均身高1米98 我和马爸爸平均财富几十个亿 我在这里是个什么角色? 是被平均的那个啊 所谓平均存款自然是整合了当地不同行业 职能、家庭状况的30岁同龄人得到的一个综合数据 不过我评估了下 这份统计数据肯定没把前2%的30岁富人算进去 要不然后面至少多加一个零 所以整体来看 它对普通人还是可以起到参考和对照作用的 当然,今天我把这份数据展示出来 可不只是为了让大家做自我对照参考 更重要的意图还是希望能够用真实的数据 特殊下社会舆论对30岁人群的妖魔化 是的,就是妖魔化 你发现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知乎上的人均百万到小红书上的炫富晒单 再到那个著名街头采访 30岁男人应该有多少存款 整个社会对30岁年轻人的期待 全都变成了年薪百万的职场精英 分分钟就要财富自由的那种 可是我要给你们算笔经济上 你就会意识到 这怎么可能呢 一般来说 一个本科生22岁大学毕业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开始赚钱 按照2020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气息 每个月5290元算 每月扣完税到手4500 就算不吃不喝 钱全存起来 每年再涨薪10% 到了30岁 8年的总存款也就不到60万 离100万还差了一半 更何况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 各地的漂还要负担房租吧 一个月少说2000 还有通勤电话添置物品1000 正值青春年华 应酬约会也要2000 这么算完 每个月别说存款了 还得倒贴好几百 感同身受的公平上敲个1吧 其实你随便观察上 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大把30岁年轻人 都是这个状态 公司的程序员 银行的客户经理 医院的年轻医生 他们哪个不是有学历 有技能 有事业 也有生活 唯独没有的就是存款 你能把他们定义为失败吗 所以说人哪 很多时候都是对别人严苛 对自己宽容 30岁百万存款这件事 咱别说放在中国 放在全世界都是不可能的事 不信我给你安利一个网站 Global Rich List 输入你的国家和年可支配收入后 就可以清晰看到自己的世界财富环境 外国人不搞存款这一套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 100万的Net Income 结果出现了 瞧我排在了全球富豪榜的前0.03% 全球第201万5538名 妥妥的人生赢家 而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20年四季度的最新资料显示 美国全职雇佣的职工一周收入中值大概是984美元 月收入中值大概为3936美元 年薪算下就是47232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大约为30708元 即使在美国最有钱的州 美国的加州 马里兰州 年薪中位数也就是35万人民币而已 按美国人的花钱方式 30岁存到100万人民币 难度同样不小 所以30岁百万存款 这种在高收入国家都绝对算高的财富水平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 竟然有人认为满街都是 我真不知道是矫情还是高级凡尔赛了 再说一个我的观点 很多人都在感慨 30岁没有百万存款的人多么悲哀 可在我看来 30岁的人只有存款才是真正的悲哀啊 因为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 我所关心的财富定义 从来都不是存款 而是资产 举个例子 两个人同样30岁 一个人有100万存款在手里 另一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不超过5万 但有一线城市的一套房产 总价值500万 还有股票50万 投资基金50万 你觉得他们谁更有钱 公平上敲下你的答案 如果这时候再有一个30岁同龄人 账户上不仅没存款 还负债500万 每个月还房贷3万 可有一线城市的两套房产 总价值1000万 外加一个自己创立的公司 你觉得谁更有钱 答案不用我说 大家用脚都能做出判断 先不提成功的标准 从来就不是按照财富来衡量的 即便退一步说 可以用财富衡量成功 被衡量的最后一个指标 才是存款 而排在最前面的是什么 是资产的增值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富豪都在玩的命的 寻找优质资产 把手里的钱赶紧换成资产了吧 你明白 为什么有钱人手里的现金流 从来都不超过5万了吧 因为他们早都想明白了 从2008年到2018年 我国居民杠杆率 从18%飙升到最高50% 而银行存款利率却一再下降 最近又降到冰点 想让固定收入增值 放在银行存着肯定不行 必须转变为资产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扩大负债 做大个人的资产负债表 对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财务公式 给大家念叨下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实际负债的加大 加上投资资产的价格上升 总资产和总收益才会越来越大 所以前阵子有朋友和我说 在北京 低级中产的门槛是总资产1200万元 中级中产的门槛是总资产2500万元 高级中产的门槛是总资产5000万元 我想了想 这个门槛定的还是比较公允的 因为上述总资产的定性是包含负债的 也就是说低级中产 大概就是北京市区买一套老破小学区房 中级中产就是在北京市区有两套房 一套老破小学区房 一套体面的资助房 而高级中产的财务结构显然更加多元了 除了必备的房子 还可能投了朋友公司的非上市股权 和人合伙开了网红餐饮 炒股买机买币 再加上买了高收益的理财等等 一个人的财务结构越多元越复杂 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 而反过来 手握一百万存款的三十岁打工人 一旦遇到点风吹草动 最危险的就是自己 一个三十岁的人到底应该有多少存款 说实话 每次碰到这种应该的问题 我总是很头疼 因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规定 人应该几岁结婚 应该生几个孩子 或者上厕所应该用几张测试 财务数据更是一件完全私人的事 每个人的财务观念大相径庭 对财务的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 同为三十岁 总有人有更好的赚钱方式 更聪明的财务结构 也有更成熟的财务认知 进而获得更高的财务回报 但这并不代表 没有达到某国标准就不正常了 你看看中美的收入差距 再转头看看 我今天给大家盘的 三十一省三十岁人的存款数据 倒数第一的习葬人 就一定没有正属第一的 北京人过得好吗 还真未必 太多人都在竭尽全力 向所谓的财务标准看起 却忽略了这份标准是否有意义 要我说数据只是参考 是对照 但并不是意义本身 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是你在三十岁的时候 拥有多少溢价的能力 拥有多少选择的权利 拥有多少持续赚钱的潜力 是你三十岁时手里的钱 能够照亮四十岁的路 因为希望才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 同意的掌声 好 今天的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不要让给输一个一键三连 当然也请同学们自觉关注参数 前期时很好赚 听我给你盘个遍 保证你能赚到钱